全世界都在选AI 新加坡这么小 机缘又那么有限 我们到底凭什么参与这场全球AI竞争 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这里有一个极得我们骄傲的事实 新加坡是全球最早制定国家AI战略的国家记忆 早在2019年就已经完成布局 比许多AI强国更早更快 这是不是很让人意外 那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小 可以成为优势 严金勇曾在金融科技节上这样解释 我们的小 反而是最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能快能转能信任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点反逻辑 但放到AI竞争的时代背景下 欲发显得有道理 在这场竞赛中 速度与灵活性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 这个小新加坡是如何用小国智慧 港挤AI强国的野心 第一章全世界都在选AI 为什么新加坡的布局就在前面 新加坡的AI不只是国家战略的布局 更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国家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 AI早就悄悄进入了我们每天的生活 黑纳秒到这样的体验 新派登陆的便捷性 MindICA排队系统的效率 这些背后都有AI的力量 这也是联合国多次把新加坡的政府服务 数据化体验评为全球前往的原因 及那AI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生活层面 更将重塑我们的工作模式 根据WSG加BCG2024报告 新加坡接近40%的工作内容 将在未来三年被AI变革 AI作为工具 为减少重复劳动 也能优化流程 这意味着未来的工作 将需要更高的基石复合型能力 而目前新加坡数据经济 占国内生产种植GDP的时期 且增速远超过传统行业 这些数据都表明 AI已经成为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生活到国民就业结构 再到产业竞争 新加坡的AI战略 正在快速 渗透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 而这背后 是我们如何利用小国优势 实现了更快的行动 和更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新加坡的小国优势 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的小 成就大国梦 背后离不开两个关键点 折折的敏捷和全球信任的竞争力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为摸越小的系统通常越灵敏 新加坡常常能在两个月内 推出新的政策 而在某些国家 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以上 比如 2024年更新的 AI Verify测试框架 不仅加速了本地标准化竞争 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 欧盟 日本等国家的引用作为规范 这足以证明 新加坡的传小豪掉头 与此同时 新加坡的全球信任指数 也一直排名前列 根据Edelman Trust Perimeter 新加坡的国际信任度 长期位列全球前十 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政府与民众基金 更体现在全球科技巨头的选择上 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数据中心的科技公司 不胜枚举 从Google到OpenAI到2024年 这些世界级玩家 都将在新加坡加码多期 而这种信任和高效环境净视 小国优势最稀缺的竞争力 连结带动速度 信任建立生态 在AI时代全小并非劣势 而是差好决定了 新加坡可以走得更快更稳 第三章 新加坡的三整AI战略 到底是什么 新加坡的AI战略不是出向的规划 而是直接落地到 全民教育企业基石和技术研发上 其一是全民AI素养的补给 政府设定目标 到2026年 有25万新加坡人 完成AI技能训练课程 这不仅面对年轻人 还包括在籍员工与热联员士 旨在让所有人都能安全使用AI 避免网络诈骗 更好适应行业变革 严谨永诚强调 五年不学习 是不学习带来的淘汰 不是AI的错误 第二成是企业AI能力建设 新加坡计划培养一问五千名 能整合AI到行业流程中的系统 集成专业人才 这些人不仅是算法工程师 更需懂行业痛点与企业流程 特别是本地90%的中小企业更需要 这种结合技术与业务能力的人才 最后是前沿技术研发 新加坡的AI研究 已基深全球前列 如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的AI论文引用率均居全球前十 一个例子是国大的医疗影响 AI技术被太古于中东医院采用 这是从实验室到应用的习切转化 仅2024年 新加坡的AI研发投入 变达十亿心愿 通过教育普及 企业基石到技术引领 新加坡的三层AI战略 让国土虽小的城市在AI时代 不再是追随者 而并为规则指定者 第四章 小国大布局正在建设 新加坡的小国布局 现在已经展现出了 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从科技巨多的套机 到亚洲基础设施排名的跃升 从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 布局到AI初创公司的涌现 一个全新的生态 正在本地形成 根据最新报告 新加坡的数据中心投机预计 将在2030年达到110亿美元 成为仅至于东京的 亚洲第二大AI基础设施枢纽 同时包括OpenAI Google和NVIDIA等国际巨头 都已经在新加坡 建成了AI基础 新加坡已经不再是一个 小国能不能做AI的问题 而是一个小国如何 在AI时代抢夺领先的事实 当然 这座城市能否保持这一位置 还离不开学会利用 AI工具和技能的每一个人 这不仅与技术密切相关 更是一场全民的能力升级 第五章 转型痛点 时间成本与现实挑战 虽然AI时代看起来充满希望 但其中的挑战也不容无视 新加坡的员工平均每年接受 技能排训的时间只有22小时 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 同时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 推动员工 星级技能意味着降低生态效率 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但这一点 政府也有针对性的机制措施 比如 企业如果在转型过程中 采用AI上关项目 还能获得高达70%的补贴 这也静着大大减轻了企业的顾虑 严金勇的一句横话 集结点拨现状 如果员工还在重复5年前的工作 是会学习的任意 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挑战 也是对企业的警惕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转型的痛点反而成为了 成功转型的最大动力 在AI浪照中 新加坡不告土地 不告机缘 不告人口 但却用速度 嫉妒信任和人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而这条道路的前方 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机会窗口 AI时代的小新加坡 能否变成亚洲的大国 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仅在政府和国际巨头手中 更在于每一位愿意升级 积极能力的新加坡人 如果这期节目 让你思考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请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或者在评论区讨论你的观点 还有关注我们频道 下一期继续深度分析 更多新加坡内容 我们下期见